台中购物节登陆金额已经冲破了200亿元 市长卢秀燕就亲自揭晓今年第二位加码百万现金的得主 而这也是今年购物节第四位的百万幸运儿 而根据了网络温度计网站提供的资料 近一年台中购物节的网络声量已经飙迫到了15万5000多笔 相较去年的9万多笔成长近两成 连续两年都拿下网络声量六度第一 市长带领众人跟着音乐打拍子 要欢喜迎接新的百万现金得主 第四届台中购物节登陆消费金额冲破215亿元 持续超300亿元目标挺进 由市长卢秀燕亲自抽出幸运额 并现场call out向众奖人祝贺 因为今天破200亿 所以我们额外的送出一个百万元的现金奖 这是台中购物节举办今年以来 第四个百万现金奖 得主是一位住在丰园的一位先生 他得到500万元现金 我刚才亲自的跟他报告 亲自通知他 他说他这是一个新好男人 他说他要把他的百万元现金 跟他的父母跟他的太太来分享 市长指出台中购物节是他上任后 由市府团队带领全市投家们 携手拼经济的新活动 统计前三届登陆消费金额超过400亿元 今年更是增加区域 旅宿 收据 美食以及工艺专属抽 目的就是要照顾与振兴各行各业 就是外线市来台中消费的效果很显著 第二个根据我们统计数据 在餐饮 在住宿 还有在我们一般的 比如说像市场 比如说像夜市 比如说像摊集区 这个消费的效果又显著的增加 数据都有拉上来 所以对于刺激所谓的 这个疫情后的这个行业的经济 有显著的一个带动的一个效果 金发局也说明 根据网路温度计网站提供资料 近一年台中购物节网路声量飙升到15万5000多笔 相较去年9万多笔成长近两倍 连两年拿下网路声量六读第一 表示台中购物节俨然已经成为 全国指标性的购物节庆 记者杨中环台中采访报导